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影片的開始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暖清的故事 前幾天在日本沖繩舉辦的世界街舞大賽 而中共國隊伍他退賽了 原因是因為台灣隊在舞台上 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 而比賽當日 中共國還找來日本主辦方協商與台灣 可不可以說不要揮舞這個中華民國國旗 不然如果你台灣隊執意要揮舞的話 那我們中共國只好退賽 我們一退賽 整個世界街舞就會沒有面子 就會淡然無光 就會變成黑暗 所以你們日本方好好看 我正在我退賽這個世界盃就完蛋了 請台灣配合 結果中國他們就退賽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小粉是怎麼講這件事情 中華年底最大的街舞賽事 現在變成了中國舞者最大的吐槽對象 這就是發生在今天 也就是12月3日的街舞拳大事件 中國代表隊棄賽BOTY BOTY的全稱是Battle of the Year 是目前全世界還在舉辦的歷史最悠久的大神記錄比賽 我們中國隊頂著壓力前往日本決賽地點 遇到的也是各種怠慢 連打分表的隊名都寫錯了 並且在比賽前一天臨時通知 棋舞限制在4分鐘以內超時扣分 正當中國隊爭分奪秒修改棋舞作品時 發現同時受邀的中國台北隊在彩排時有令人疑惑的動作 他們在作品中間拿出了一面白旗 信心著領對鄭陽立刻猜到了他們的想法 他們想搞事情 挑戰我們國家的底線 鄭陽以及中國BOTY的主辦人甘蔗 甚至包括日本的承辦方 都在積極地與德國主辦方進行溝通 很可惜溝通並沒有達成共識 鄭陽帶領的中國隊選擇了棄賽 大家都說是應該讓藝術純粹一些 那麼為什麼某些人還要在刀尖上跳舞 把政治帶到比賽中來呢 除了BOTY 其他眾多大型Breaking賽事也都非常尊重 我們中國的領土完整 為什麼BOTY的主辦方一意孤行 等一下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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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以為他後面會說台灣揮舞 所謂中華民國國旗 或是青天白日滿地龍的國旗 結果他沒有提到 他說拿著一個白旗跟白紙 不好意思啊 你連這個東西是什麼你都不敢講出來 台上揮舞自己領土上自己國家的行政機關 存在的那個旗子 你說是政治 那你們日本代國旗 德國代國旗 中國代國旗 五行旗是不是政治 國家本身就是政治嘛 還說什麼把政治帶來比賽 什麼讓藝術純粹一點 其實上沒有一個東西是離開政治的 我身上穿的衣服 我剪的頭髮 我買的車 我吃的零食 全部裡面都是政治 我剪頭髮 多少錢 錢要不要交給政府 要不要抽稅 我買的衣服 國外進口 是不是政治 是不是稅 全部都是嘛 我買的零食定價多少錢 裡面稅多少錢 這是不是政治 合理價應該是多少 這是不是政治 你吵到多高的話 我要罰你 全部都是政治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政治是政治 體育是體育 藝術是藝術 沒有一個離開政治 政治是基礎 奇怪你們這些人很愛把政治污名化 然後覺得你們自己很高尚 我們玩藝術的 我們玩什麼跳舞的 跟政治無關 那個舉辦國與國之間的藝術比賽行為就是政治 真的很搞笑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你說我們在那邊挑釁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分裂中國領土 然後不尊重中國 我們在台灣可以揮正面國旗 對嗎 但是我們在其他的國家 你不讓我們揮 然後你說我們把政治帶過來 然後我們在搞事 那請問一下 我在台灣揮這個旗子是不是在搞事 那我有沒有被禁止揮 我有沒有被公安逮捕 沒有嘛 所以台灣是你的一部分嗎 不是嘛 怎麼還是那麼多小粉紅經歷了三年的特色管理 還在愛黨愛國 還在那邊中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 你們也是這些人邏輯怎麼那麼差啊 那你們是有多玻璃心啊 最近台灣的水產 久 埋不起就算了嘛 連揮個以前在你們土地上存在過的中華民國國旗 你們也要玻璃心耶 然後沖繩主辦方還有德國那邊事後還說什麼 他們保持中立無意介入政治 台灣今天的決定讓他們很為難 你們主辦方 你們今天是被中共國找過來 希望我們不要揮舞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政治 你本身代表的國家也是政治 國與國之間的交流都是政治 你還保持什麼中立啊 而昨天在台北的一家高品業者 接受採訪提到 去年銷往中國的鳳梨酥啊 期限還沒到就被要求補件 OK補件沒關係啦 有補件過去但又被退回來 結果他是要求更細緻了 包括你在台灣的廠房設定啊 你在台灣的客員啊 你在中國的客員啊 鳳梨酥的比例問題啊 他的配方問題啊奶油糖 然後所有精細的比例大概多少啊 全部都要交出來 請問這是不是商業機密 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個零食大家應該吃過吧 他後面最多就是什麼 熱量多少蛋白質多少 然後他的原料寫上去 他並沒有說 哦不到糖加了多少 砂糖加了多少 啊中國要這些比例多少交出去 你瘋啦 交出去不是等於你整個商業機密 都被交出去了嗎 有些人就乾脆放棄中國市場 他們最大的出口是美國 加拿大還有日本 所以中國要求他們這個 他們可以放棄沒差 而近期有些店也覺得說 哦說不定我產地寫中華民國日 我寫台灣的話 不給過 那我試著把這個產地變成 中國或是中國台灣 看會不會過 結果還是地方被推薦 從那個現象看來啊 中共本就刻意想針對台灣 想讓這些商家新聞媒體炒作 煽動選民 透過選舉選擇一個叫 到親中的政黨上台 我昨天那支影片也舉例到了 對於中共國來說 這些行為啊 也會傷害他們自己的代理商 零售商還有他們的民間 但他們的中國商人 自己沒有選票 也換不掉共產黨 也不敢 不能怪共產黨 在這個長期黨國體制的教育之下 他們也會認為這是民進黨的錯 共產黨禁止掉 雖然我損失掉這些錢又如何啦 所以共產黨可以用這種 玉石俱焚的招數 我們民間損失的一千塊 一萬塊 去換 在台灣喜歡的職人黨 上台哪怕贏一票 也是值得啦 只要是任何獨裁國家 對民主國家 都會有這種把戲跟玩法 這個我們從美蘇冷戰 還有從一些東歐的那些歷史上來看 中國之前在對澳洲 對紐西蘭 對很多國家也都在玩這招 為什麼 歷史脈絡總是相近 你們卻是看不懂 那最可笑的就是 台灣人身在其中好幾十年的 台灣人還是看不懂中共國的權謀之術 連配方跟產品比例都要交出來 那可口可樂的配方 在我們台灣生產 他也要不要交出配方 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商業機密 自一包含就是可口可樂的配方 我們都知道可口可樂 他的原料是什麼 對不對 他那這個成分的比例要調多少 這個成分比例要調多少 這個是大家想要知道的 那他有可能公布嗎 不可能嘛 他賣到中國 中國會要他公布嗎 也不會啊 他賣到台灣 台灣也不會要他公布啊 但今天中國要我們台灣的 那一些食品業者 公布這些東西 你們中共國啊 文創 工廠 產業鏈 水果養殖 農產品養殖 農產品的培育 業電文化 從二十幾年前就開始在偷 在養套殺 這樣你不夠耶 這樣你還不滿足耶 然後之後就開始煽載 很多國家的產品 政業都不滿足 現在更慘 直接討要配方比例 那些在罵台灣執政黨 罵台灣政府的人啊 都趕快去讓這些 台灣食品業所有的商業機密 都光明正大了送給祖國吧 這樣大家才有錢賺 大家才是中國人對不對 不交出配方的 都是1450 都是網軍 都是走狗 而昨天新聞也指出啊 台灣政府有說 目前啊 1800多件商家 跟政府表示 我們無意補件 不用再幫我們送申請了 然後就被一些台灣網友噴嘛 說啊台灣政府騙人啊 怎麼可能有錢不賺啊 所以在你們這些人 的眼中認為 在中國賺那麼一點錢 跟自己的商業機密 比起來如何 很多人的這個大中市場 都是在歐美日韓嘛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一些採訪 就算你的貨大量是送往中國去賣 但你最大中的還是在台灣國內賣 對嗎 那你在中國賺那些錢 他要你交出商業機密 如何 那些在罵台灣政府的網民啊 你們自己是做食品業的 中國那邊要求你把所有的配方都交出來 你要嗎 你OK嗎 如果你選擇不補件 又是台灣政府在做假 對嗎 而這個操作對中共根本就沒有損失 對嗎 你不補件 首先會有好幾種可能啦 一商家會怪政府 這也是中共最想看到的 再來 就算商家不怪政府 親中的媒體也會操作 讓其他的民眾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就對這個政府有厭惡感 為什麼兩岸不能一家親 你為什麼要讓我們台灣經濟這樣損失呢 啊 民進黨的錯 民進黨在跟中國對抗 就像這個烏克蘭 跟俄羅斯頑強抵抗 都是扎倫斯基的錯 再來啊 就算食品業者出賣自己的這個商業機密 因為要盡視短力嘛 因為可以賺壞錢嘛 那中共國隨時就可以扶持 或是把你的機密 在轉賣給中國商人 你們自己在中國經商那麼久 我不相信你們不知道 中國會有這種操作 你遲早 市場還是會被中國吃掉 會被中國山寨 然後你被吃掉被山寨 你在中國混不下去的時候呢 你又要怪政府啦 台灣經濟又不行啦 台灣技術不如人啦 中國最棒啊 為什麼中國短短幾年 就學著我的技術 啊 他們人才太棒啦 中國的政策太猛啦 台灣政府太爛了 讓我既不如人 讓我配方都被偷走 一定都是台灣政府的錯 所以統一好了 總之對中共國而言啦 這一項政策 打出這張牌啊 是萬無一失 因為他們沒有媒體自由 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選票自由 所以他們想要自損 一千商敵八百 他們OK 他們絕對OK 他們人口基數那麼多 滿多台灣人的悲哀 就是只想賺同個語言的國家 同個語言的生意 這個很正常沒錯啊 但所謂這個同語言的國家 它是想統治我們 你有可能像美國、英國、加拿大、 紐西蘭、澳洲那樣 比較真誠的合作嗎 不可能嘛 中共做的一切都是想統戰我們 不然毛澤東到習近平天天 還統一台灣 卻不實戰 就是想從內部瓦解我們 就是因為從內部 從新聞 從媒體 讓我們選票 自己選一個輕重的政黨 然後從文化 從經濟 漸進式的統一 這對中共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不然你各位解釋一下 中共國對台統戰部 這個單位是要幹嘛的 吃飽撐著好玩的單位嗎 影片的最後聊一下啦 習近平最近跑去阿拉伯 跟阿拉伯達成了34項共識 而習近平在出訪之際時 一堆小粉紅跟台灣的親中媒體 說啊完蛋啦 以後中國就可以用人民幣結算石油啦 美國又嚇尿了 美元地位要被人民幣取代啦 中國崛起了打國崛起 沒想到中國一開放啊 就馬上要超音感美了 總之打了一堆雞血啊 沒想到打的是雞尿 不知道是習近平慫了 沒在會議上 跟阿拉伯提起 還是被阿拉伯拒絕 又或是根本 中國就沒有打算 用人民幣去取代 美元 然後購買石油 這件事情 人家阿拉伯跟這次的會議上 根本就沒有提到 可以用人民幣取代 美元來購買石油 人家還是以美元為主 欸你們想要反映 到底是不是反賊啊 天天把習近平推上風口浪尖 然後再把他高高的 把他摔在地面上打臉 有時候都分不清楚 你們到底是真的 愛擋愛掛還是高級黑 真的好煩喔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保護手 我是爸 再見啦 Bye